刀剑神域SAL S-A-O-P-L-O-G-G-O 而指的是什么? 看过刀剑神域的网友 应该时常能看到其他人说一些刀剑篇章名吧 比如SAL S-A-O-P-L-O等 那么这些英文字母指的是什么呢? 本次主要来给大家说下刀剑里这些英文字的含义 如果不清楚也没关系 相信看完后你会懂的 其实这些英文字母都是取次这些游戏名的首个字母 比如说SAL 取次SORGARD UNLINE里三个单词的首写字母 也就是SAL 而SORGARD UNLINE翻译成中文是剑术再现 之前刀剑有好几个中文翻译 后来认为刀剑神域翻译最好 最后便采用了整个名字 因此 SAL指的是刀剑神域 而至于SAOP 其实也是取字游戏名的英文字母 SAOP指的是刀剑神域进击篇 翻译成英文是SORGARD UNLINE PROGRESSIVE 而PROGRESSIVE指的是进击 SAOP和SAL的区别在于一个是 前者细致的介绍了SAL里的故事 后者是粗略的介绍 SAL属于刀剑神域第一期内容 而里面还包含了ALO剧情 而SAOP则单独讲述同人和雅思纳在爱恩格朗特的点滴 而且SAOP是在扫播出后穿原写的 目的也是满足大家需求 再来说下ALO 它指的是ELF Hive Online游戏 中文翻译为妖精国度 这是同人离开SAL后首次玩的VR游戏 ALO属于魔幻类游戏 里面有不同种族的精灵 而且还能够飞行 当初吸引玩家的正是能飞行这一大特点 同人在离开SAL后 ALO也是它主玩的游戏 直到ALO被融合后才玩新游戏 再之后则是GGO 它指的是Gunker Online 而GGO3的字母正是取自三个单词的首个字母 相比ALO和SAL GGO是一款枪弹游戏 分号 当初因为死枪事件 同人给菊刚成二郎打工 从ALO离跑去玩GGO 试图导出死枪真实身份 后在里面邂逅了湿奶 还把湿奶拉来玩ALO了 另外如果想更好的了解GGO 倒是可以去看刀剑神域外传 Gunker Online 里面主要描述GGO里的枪战 与咱们玩的吃鸡类似 再后来则是UW 它指的是Underworld 中文翻译为地下世界 UW属于刀剑神域第三季剧情 而第三季也才完结不久 相信大家都对此有所了解 UW主要围绕同人在地下世界里的冒险展开 I 邂逅由GGO 帮助他夺回爱丽丝 为此还和最高技師A姐战斗 最后由GGO身影 同人为此备受打击 再加上现实世界断电 导致同人摇光被烧毁 最后由爱丽丝照顾半年 往后的剧情则是人界与暗界大战 加百丽进入游戏抢夺爱丽丝 与同人发生大战 最后说夏儿指的是什么 她是同人离开UW世界后另一个新游戏 英文名为Unitoring 中文为联合戒指 而而取自这两个单词的首个字母 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VRMMO游戏 而是所有由The Seed制作的VRMMO游戏的融合游戏 首先给大家介绍下什么是The Seed 简单理解就是它是一款能制作VRMMO游戏的软件 而凡是由它制作的VRMMO游戏 都会融合成一个世界 无论是Soul还是Ello 全部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新游戏 便是Unitoring 目前而属于刀剑神域第四系剧情 现在给大家讲有点为时过早 毕竟二小说才发售三卷 21、23、24 第25卷 今年12月发售 距离动画画还远着呢 另外而与其他VRMMO游戏不同 它更接近我们真实世界 比如可乐不喝水会掉血 而且二里的NPC会生孩子 其实完全可以当成异世界 而且一旦玩家在二里死亡 账号便会被注销 以上便是刀剑神域里这些字母所指的信息 看完后应该知道了吧 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 最后应该是请问 我们参考虑的